尊敬的推友们大家好 这是文贵 11月1号 在潘晴先生的频道直播 刚刚睡了个好觉 特别的舒服 昨天这个万圣节呀 真不是一个好日子 这纽约呀 你看都撞死人了 真的是 哎呀 为这人祈祷 这人生啊 非常非常的脆弱 你说就这么 一个车祸就死那么多人 真是让人感到惋惜痛苦 所以说佛教讲的呀 这个是一切都是空啊 在某种条件下一切都是空 所以说别过贪婪 人生是很短暂的 那么今天我借潘晴先生的频道 向大家在11月1号 这个说说几句心里话 第一个我要向所有的推友呢 我想说的事情是 大家的关心和关注 特别是我家人昨天被抓以后 这个网上可以说是除了五毛之外 百分之百的对文贵表达了人道的关心 愤怒 这个文贵和家人感同身受 深有其感 那么从昨天到现在 可以说对我和家人来讲是极为痛苦的 无论是从哪个方面我也没想到 我这五哥当年在2015年1月份 那次大抓捕的时候 他在海南陪伴我的父母 后来海南的公安带着一帮的警察警车 在我的父母面前 粗鲁地将我五哥带走 给我父母和家人带来了 包括我五哥了 带来了极重的心理阴影 那么后来被放出来以后 经常两星期三星期或一个月带去问话 大家可以想想 当被警察通知去问话的时候 是什么样的心情啊 所以呢 这两三年我五哥的精神已经垮了 他本来他和我四个五个六个这些人的身体 已经被折腾垮了 四哥心脏病 六哥是心脏病高度抑郁症 大哥是糖尿病 二哥是心脏做了三次支架 我们家这些哥们当中 是我三哥和我身体最好 我八弟过世的早 所以说我五哥这个身体啊 是两个肾结水 肾结水 非常不好 还有结石 这个肾结水 本来这个病啊 这个我八弟就有 所以说对我们家来讲 这个病是好像有遗传的这个基因在里面 所以我这个五哥啊 这个突然间他什么到原因也没有 本来是河南玉达他们莫须有出来这么一个罪名 结果突然间就把他带去 就这么给开庭 开庭的理由就罪行就这么简单啊 就这么简单 简单到了这个罪行我们自己都不知道 我调一下啊 我都不知道啊 然后把我这个三个月以前 在里边被关押 以近两年的我的侄女郭丽杰 也叫去开庭 他本人也不知道是怎么情况 到了以后就吵吵开庭 三页的宣判旨啊 三页的宣判旨 就把那七八个孩子给判了 就把我五哥给判了 判三年 把我这个侄女也给判了 他俩孩子呢 直接收监 大家可以看得到 我在十九大以前向推友们说 他们威胁我 只要是你敢再开口 你敢再爆料 就把你的员工和家人再抓起来 吴征也在外面 到处这么说 这吴征真厉害啊 这吴征不是一般人 我原来以为他也就是一个副部级吧 我看这个镜头有点正国级的水平 说到做到 很多人说 吴征说了 你再敢张口 把你家人员工都抓起来 马上拍 真做到了 吴征真厉害 又代表中央了 又代表专案主了 那么 这个昨天我上赵岩先生节目的时候 我还真不知道 我真不知道 包括昨天这个 说了刘延东先生的一些事 刘延东女士的一些事 实际上我真的是不想说 为了感恩赵岩先生 我就说了 但是呢 听说昨天到现在 引来了巨大的反响 刘延东先生是情报头子 统战部副部长 耕耘统战部那么多年 那是 有人脉 有权力 有很多沉默的力量跟着他的 那梁冠军呢 那梁冠军呢 全部都是啊 那都是刘延东女士的兵啊 还有另外一位 另外两位的潘先生管特务的 那也是他的兵啊 是吧 所以说 很有意思 你看看那个梁冠军花50美金 整几个老大妈老太太的老大爷 就到这喊几嗓子去 你看看我们喊的时候会喊什么啊 大家拭目以待 你看看我们对梁冠军 我们去喊他的时候会怎么去喊去 大家都都看着啊 九个月以前我说的话 大家都看到了吧 一个一个让大家来验证 来验证 那么我想今天给大家说是谁下令抓捕了我的家人 这个我想今天这个直播重点的我告诉大家的事情 千万所有的推友们咱不能激动 咱要冷静 在这个盗国贼集团的斗争手段里边 升职器为第一核武器 用核武器 蓝金黄用这种升职器的核武器 用升职器打倒对方 用升职器造他的谣 抢奸罪 比如文贵抢奸 所有人都抢奸 通奸 第二个武器 他们就是挑拨离间 挑拨离间 党内外 家里边 情人间 挑拨离间 第三个武器 那就是玩黑道 就像这什么这个梁冠军这号 玩黑道 吓死你 超线战 五毛 拿钱买 这三招 抓扑我家人这件事情 从昨天到现在 我各方的了解情况 这是孟建柱 孙立军 王岐山 在交接工作的最后一天 用出的杀手锏 用出的杀手锏 这个杀手锏 就是挑拨离间 再起到了用这种黑社会 这种办法 以警治国的办法来对付文贵 他现在就是在判的那一天 是给郭生坤书记 这交工作的 移交工作的最后一天 这是孟建柱 这里边看上去是个案子 显恶用心 因为孙立军还在管这个案子 傅政华还在管这个案子 把家人给骗到开封 员工给押到开封 开庭 大家以为这个案子怎么会判刑呢 因为大家都很清楚啊 北大方正是怎么判的呀 北大方正的是 五罪 五罪啊 五罪判四年 而且当庭释放 假释 十三个人当庭释放 涉及案人员一千个人 全都免疫罪则 五罪啊 哪个罪都给枪毙了一百次啊 涉及数额几千亿啊 结果轮到我们家了 你看看 他根本就不在公司上班 而且我要给大家澄清的事情 这个案子的本质是什么 所谓的销毁会计凭证 这全是无需有的罪名啊 你看看那审判里边那个判决书有过程吗 有证人吗 那些人全部都是被刑序逼供 说你只要是配合 你让你说啥你说啥 啥事没有 因为什么要销毁会计凭证 我们又不是销毁会计凭证 我们骗钱了 我们抢钱了 我们到国家国库了 我们销毁会计凭证 我们又没有犯罪 我们为什么要销毁会计凭证呢 是因为过去安全部 用郁达的账号 用了一部分钱 大概几百万块钱 捐给了海南的 他们指定的所谓的建议勇为基金会 那是当时的耿部长 等一系列的部长 他们签字的情况下 让我们给捐的钱 建议勇为基金会 你们去想想这个荒唐到什么程度 后来安全部给我们下了两道公务函 盖绕安全部的函和17局的函 要求所有设计安全部转过账的企业 必须销毁会计凭证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公司销毁了会计凭证 销毁会计凭证第一 它有掩盖犯罪 或者是侵害第三方利益 或社会公众利益 它叫犯罪 一切的犯罪都有对社会和第三方和他人带来危害 是犯罪的基本基础 郭文贵骗贷结果是带了32个亿 还了46个亿 这叫骗贷 这简直是荒唐到至极 人间第一奇案 骗贷 第二 即郭文贵的所谓快递销毁评证罪 因为销毁快递评税 既为偷税 也为骗钱 也没伤害第三方 就把郭文贵的家人以此罪判三年 两年和缓刑 而且不仅如此 我们张新成老总在里呆了已经两年多三年了 还在里面呆着 这不是绑架 也不是绑肉票 绑架和绑肉票还给碗饭吃 还给个水喝 给钱就放人呐 这给钱也不放人 这比那以警治国这是以匪治国了 所以大家看到这个审判荒唐之程度 三张纸就将我的家人员工就给判了 而且又是在我上这个赵岩节目的前几个小时 VOA这个断播前几个小时搞这个红通 上明镜的节目之前把我家人开庭审判 而且所有的开庭审判这么大的中国 只有郭文贵的家人开庭审判都穿黑西装白衬衣 开庭前通知家人买白衬衣 花钱买 然后都配上黑西装 然后所有郭文贵的家人在大连也好开封也好 给国家要拨钱重新装修开庭审判厅 所有郭文贵的家人的这个案子全部公开审判 叫依法治国嘛 这就依法治郭嘛 这个国家的法律是给郭文贵设计的 法庭是给郭文贵设计的 谁有这个胆量命令 任何一个老百姓你们都清楚 怎么14亿人开庭都像郭文贵的家人这样 都要公开审判 都要重新装修审判庭 还要公开上媒体 然后还要穿黑西装白衬衫 他在里边官司穿着衣服了吗 连薄熙来都没这待遇啊 钟永康都没这待遇啊 许才厚都没这待遇啊 男女同装啊 而且都是在郭文贵要上节目前给你开庭审判 你郭文贵你来吧 你只要张嘴我就开庭 你只要是上节目我就开庭 我就审判 昨天我的五嫂子啊 这个从来我们家人给我不哭的 不告诉我任何负面的东西 我也不跟家人通电话 但是昨天我的五嫂 给我通电话哭汤了 然后昨天和前天我的母亲 因为我的五哥五嫂啊 四哥六哥六嫂都长期和我太太 每天几乎一周星期一周七天 几乎每个人平均六天陪我母亲 从午饭到晚上 或者轮班陪早上吃饭 从来没间断过 我们家人是个大家庭过日子 现在突然间这些人 六嫂子的父亲过世 回山东阳谷去下葬 也就是昨天的 他们开庭的时候 那么六哥也去陪着去给岳父送葬 而且我六哥的岳父是我父亲的发小 山东阳谷人 然后这些开封呢 我这哥哥去开庭 还有我的侄女他们 公司的高管都去了 这边就给判了 就没人陪我爹我娘了 所以我爹我娘就一直找我哥哥 找我嫂子 听说我母亲啊 从这个大清走到洗手间 两个人掺着 得走半天 这在三周前还不这样 所以呢 昨天啊 这个 我五嫂的跟我说嘛 这种痛苦啊 因为我是跟我五哥五嫂长大的 她就像我个母亲一样 最亲的和我 一直在哭 我非常难受啊 非常难受 后来 我下午呢 还有会 我忍着把会开完 晚上来了一个我最好的朋友 这位朋友非常爱国 非常爱党 和我太太我女儿我们一起吃饭 我女儿呢 在桌上就跟我说了 爸爸 即使发生十倍这样的事情 我也爱这个国家 我当昨天晚上我没控制住 我怒了 我拍桌子了 我太太呢 就一直哭什么也不说 一直哭 所以呢 我昨天晚上呢就跟我太太 在梁台上跟我女儿谈了一下 我说这种 建议这种情况呢 我强烈的建议啊 我太太第一给我离婚 然后呢就这周 让她去英国 不让她待在美国了 她签证美国也到期了 就是说到英国去她就回不来了 我说你去英国到儿子那去 我让我女儿去英国不要回来 这个战争让女人和孩子离开 我真不想再牵连家人了 吴嫂子那个哭声啊 撕心裂肺 撕心裂肺 那个哭声就任何人心都能碎了 听到那个哭声 王岐山先生 孟建柱先生 傅振华先生 孙立军先生 韦石先生 史诺先生 李伟东先生 夏业梁先生 张立凡先生 张立凡先生 还有什么胡青莲女士 还有乱伦彪先生 你们真的可以庆祝庆祝了 因为我全家真的痛了 你们应该爽一下了 你们应该好好的爽一下了 因为他们真让我痛了 让我们家人痛了 你们厉害 所以呢 我决定让我太太 就这下周和我女儿都去了英国 然后我正式要跟她提出离婚 让她远离 但是我必须冷静地告诉所有的退友 这个案子我们不能上当 这是王岐山孟建柱孙立军给我们种下的毒 给文贵中下的毒 她就希望我愤怒 冲动 马上去报 所谓 去反习 和报新常委的料 达到了他们最近在网上 让这些五毛等一切一切的目的就是让我反习 然后让我尽快地报那两个常委的料 然后让这些人来对付我 让借他们的刀再把文贵给杀了 这也是为什么在开封匆匆地判出来 一在表面上给中央说 郭文贵又爆料了 威胁我们 我们必须给他颜色看 把他哥给抓了判了 侄女判了 高管判了 三张纸给弄完 而且威胁 你不行的话 你缓行我还可以让你不缓 那其他的员工 然后可以查其他的罪行 那么这都是逼着文贵 马上爆料冲动 说过头的话 办过头的事 把郭文贵赶快引向习主席对立面 国家对立面 人民对立面 我们的三不反应该改为 不反习主席 不反中国人 不反中国 跟过去不反民族 不反国家是一样的 我们不反中国 中国人 不反习主席 他就希望我们来反这个 借刀杀人 我们不能这么做 不能上他们的当 这是一个 第二个 我对新当任的政法委书记 郭升坤先生 充满信心 我在第一集 第二集都说过 孙力军拿郭升坤 就不当人 爬到他的肩 说你这个 也没见你干过一天公安 你这小样子还挺懂公安的呀 所以说 这个人的孙力军的狂妄 和孟建柱对他的看不起 但是这个人永远没听说过他做过多坏的事 这个人是公道的 不管抓起来的同事同志 还是说腐败分子 他都说一定要依法 一定要依法 这个人是讲法的 而且 现在到明年三月份 是他们的报复期 王岐山 孟建柱 孙力军 傅政华等人的报复期 在工作交接中 还有 孙力军还在管了案子呢 他们有一堆的爪牙 那五毛不都是孙力军的人吗 都一局的人吗 还有北京安全级的李东嘛 都在呢 李东还在案子当中呢 重要管了呢 他们就是要把我和所有的队友们 引向习主席的对立面 中国人的对立面 国家中国的对立面 千万不能上当 这是今天我必须上这个直播 我从现在开始起 没有和中央新一届政府 取得联系 正式联系的情况下 郭文贵不会报任何人的料 不会报任何人的料 不会报任何人的料 我再重申一遍 在三月份 以前 在没和新一届政府 取得正式官方联系前 郭文贵不会报任何料 绝对不会上你 王岐山、孟建柱、傅政华、孙力军的 这个大 绝对不会 太小看了郭文贵的智商了 另外 我要告诉大家的事情 郭文贵下一次的爆料 是什么级别的 你们可以放开了想象 下次爆料 文贵要超过十分钟 再爆料 我就是你们所有推友 建过世界上最大的骗子 不会超过十分钟 我就会让盗国贼烟消云散 咱们拭目以待吧 你折磨我的家人和我的员工 天下人的 只要是人 都有人心的人都看着呢 这叫国家吗 这叫以法治国吗 那叫审判吗 那叫罪行吗 那个罪行是真的吗 那公平吗 能瞒得住吗 你觉得郭文贵是能被吓得住的人吗 郭文贵要怕能走这条路吗 你们一次一次的低估了郭文贵 刘彦平先生 包括到伦敦见我的时候 那种直高气扬啊 好像他是天神派来的呀 好像你们一说我郭文贵好像 那就是骗子啊 你们相信了财心的宣传 博训的宣传 你们把我给国家立的功劳 完全置于不顾 你们把所有给国家做贡献的人 都当成了狗 把所有的爱国的人 都当成了傻掰 你们不仅是权利的傲慢 你们是真真正正的 是眼瘸 眼睛是瘸子 耳朵是笼子 然后脑子是残废 严格讲是脑也瘸 脑瘸 耳蚕 眼睛瞎 郭文贵在过去几十年 能到达今天 那盘古的楼是盖出来 不是吹出来的 不是骗出来的 郁达的楼 成为全世界最顶级的楼 到今天无一能级 在中国 那不是吹出来 是盖出来的 我没有贷你们的钱 没给你们考行费收费 郭文贵搞房地产的 没买过国家一分地 全是买的农民的地 没少付一分钱 没靠任何贷款发展 没和任何官员勾结 没偷一分税 你们查了我 刘志华查了我三四年 你们这次查我四五年 我有过一分 有一点罪吗 你们打着齐少三 我楼下说我偷税漏税 强奸犯 为审先判 你是什么呀 你们的种种的罪恶 你们种种的 走到全世界的权力的傲慢 丢尽了十四亿的中国人 你们昨天对我家人的审判 已经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 信不信你们慢慢看 郭文贵原来跟你们说过的话 是否都有多少兑现了 郭文贵跟你们吹过牛吗 我所有这九个月说的话 有一件没兑现的吗 有一件没发生的吗 哪个不比我发生的多的多 十倍百倍千倍 吹过牛吗 你不是要断我的财路吗 你断得了了吗 你断我的朋友 你见我少一个朋友了吗 朋友多了百百万千千万 你回我的名声 让全世界更加了解了郭文贵 你们一次次想让我反习主席 我反了吗 一次次让我把我定成叛国贼 我说过一句中国坏话吗 一次次让我成为 人民的敌人 我什么时候有一丁点怀疑过 我们中国人的DNA和我们中国人了 伤害我们中国人了 郭文贵头可掉 人可辱 绝不会背叛我父亲母亲 当年我出国是告诉我的话 走到哪里去都不会丢 我爹的人我的国家中国 丢我娘的人黄皮肤 永远不会 如果文贵这两条要处犯了 那我这人家畜生不如 天诛地灭 所有的王岐山、孟建柱、傅政华、孙力军等人 包括大连开封你们这些 跟他们一起的盗国贼团伙们 想利用文贵 想让文贵做出愚蠢的行动 你做梦去吧 凡在此骂文贵的 一定你的家人 你的父母姐妹不得好死 一定天灭你们 因为你们知道你们骂的人 都是有天意 代表着天上的旨意的 我们在这个时候 你们五毛还出来骂郭文贵 你们真的是猪狗不如、畜生不如啊 等着吧 咱们拭目以待 一切都是刚刚开始 谢谢所有推友们对文贵的关心 文贵不会让推友失望的 推特世界里面有爱、有温暖、有力量、有智慧 还有我们共同的理想 我们一定会赢、一定要赢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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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